今日有网友在机场偶遇张一山父子 原本皮帅皮帅的张一山在父亲身边似乎乖了不少 1992年5月5号张一山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 五岁时去武术学校去学习武术 不知是因为爱好武术的爸爸的遗传 还是因为习武有些副作用 上了小学的张一山总是在课堂上坐不住 同学们也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小猴子 金老师推荐张一山进入儿从中心朗诵班学习 期间被导演看中出演其首部电视剧 随后进入时差海武校学习55年 200年张一山开始拍摄广告片 后被导演徐耿向中出演首部电视剧作品小兵张岗 2004年迎在少儿题材的情境喜剧 《家有爱女》中饰演刘欣后被观众熟知 张一山以一身休闲装扮出现在机场 黑色脸帽威衣搭配颈口小脚牛仔裤运动鞋 鸭舌帽既个性又舒服 陪同在张一山身边的竟然是他父亲张爸爸的打扮 也非常的时尚 军绿色圆领卫衣迷彩裤搭配着一双黑色高帮鞋和鸭舌帽 照片一发出不禁有网友感叹 原来帅与年龄无关 老帮机场也非常的强 富士二人在机场并肩同行 期间并没有过多的交流 在看到有人跟拍后也没有进行阻拦 而是继续往前走 不得不说富士两的走路姿势还蛮像 张一山大家都比较熟悉 中国内地男演员2004年迎在少年题材情景喜剧 《加油儿女》中饰演刘欣而被观众熟知 同心出道的张一山在2010年的时候 凭借着优约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2016年更凭借着行政网剧 与最终的精彩演出 深得观众的好评 每次看到张一山的照片 大家都会感受到她太瘦了 查了资料张一山身高1米76 体重技能只有110斤 看到张一山的照片后 不得不信了 她脸上没有多少肉 眼睛显得大了点 胳膊和腿都很细 同时也看得出来 张一山练出了结实的胸肌 腹部也很平坦 看来也是有腹肌的人 张一山的优秀 除了与她自身对于角色的刻画 与理解有关 还留不开严格的家庭教育 最了解张一山的父亲 年轻时是一名话剧演员 非常的喜欢武术 张一山小时候受到父亲影响 曾在武校习武 学习武术本身比较辛苦 所以张一山打小就吃过苦 这对于她之后拍戏应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张一山学习成长过程中 张爸爸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儿子身上 在张一山上大学期间 张爸爸甚至骑摩托车去陪儿子 工作之后又亲自做张一山的经纪人 陪他参加各种活动 从家园案内的流星期 张一山给观众的印象就是一个 瘦瘦的又朝气的男孩 不过现在他也太瘦了 因为网友直言张一山就像一个瘦猴 张一山这么瘦 也属于了演好微笑宝 从陆顶记的片场来看 张一山青瘦的样子 还真有微笑宝的机灵幽默见 若是胖了点 可能没有那么机灵活泼了吧 看到这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张一山饰演的微小宝呢 在演技方面 张一山一定不会让观众失望的 而且他扮微小宝也那么的像 真想快点看到新版的陆顶记啊 同时也希望张一山演完陆顶记后 能长点肉 看着会更加阳光帅气的 张一山不仅有一位 为自己保驾护航的父亲 在事业道路中还有一位实力派老爸 前段时间刘欣与夏东海同框 献身某活动现场 本来一脸严肃的张一山 在看到老爸高雅琳的一瞬间笑容满面 高雅琳也多次在公开场 赞扬张一山的演气出众 生活与事业中有父亲们的支持 想必张一山一定会愈发的顺利 杨慈和李倩这两个银屏CP 最近在观众网友之中 可谓是吵得十分的火热 有两人共同主演的电视剧 亲爱的热爱的就在大众银屏上热播着 深深的吸引着一大堆人喜爱 这一对郎才女貌将原著小说《密质》 对鱿鱼中用文字表达出来的 甜意完美的在画面中展示 最终男主角恒生 这个角色十分符合理性 这个演员的外表性格 但对养子来说 确实与童年的性格完全不符 27岁的她在现实生活中 一直是十分的开朗的妹子 这一次挑战软萌戏少女 也是一点也没有难倒她 可能是因为剧情的代入感太强 在戏外看李线杨子 还是会在脑海中浮现甜甜的爱情 经过这一次合作后 外界对两人的绯闻更多了 一致在具体的采访途中 杨子就被记者问道 你会选择李线王俊凯还是张一山呢 她的回答简直太甜了 直接的她果断选择了张一山 原来她的回答是与自己官司最好的好友 青梅走马的张一山当然胜出了 好 本期精彩到此为止 下期精彩 再见咯 感谢观看